而受到疫情影响 产经生活也有些微的改变 堪称是茶产业界奥斯卡级别的 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连续两年都以防疫为优先考量 除了是统一先将参赛茶点真空包装 同时选在台东茶该场内来进行评评 结果参赛茶样点不减反增 今天佼佼参赛茶就高达了280多个茶样点 打破了历年来的参赛记录 疫情当下不仅详情民众就连农产品 也要落实防疫措施 维护农产与大众的健康食安 111年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主办的瑞士香农会今天进行茶农 绞交参赛茶报名作业 茶农除了统一先将每一个参赛茶样点 真空包装一粒抽样送检 同时品评当日也不开放其他人进场 全程高规格防疫 虽然是一地到台东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农会的这个FB的粉丝 我们会开启直播 那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农友 需要了解比赛的状况或者是过程 都可以向我们农会的这个粉丝专业来做一个观看 一年一度的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全程高规格防疫 然而不仅没有击退茶农参赛的决心 今年度缴交的茶样点数更是创下历年来的新纪录 疫情之下茶农产塞意愿不减反增 甚至创新记录也令农会感到差异 也可预见今年战况激烈可见一斑 那今年的评比的这个数量比往年要来得多 有将近270点 那也突破我们这个历年来的一个记录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指出 今天完成缴茶点数高达280多个 将在7月12、13一连两天 在台东茶改厂角逐今年的茶王宝座 记者是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